放下我们这个礼拜的忙碌 我们要进入到神的恩典救赎里面 这个礼拜是一月节期 我们来祷告 更多的祷告献上感恩 透过耶稣的名 透过耶稣的保险 我们可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能够再一次的礼受救赎的恩典 开口开口来祷告 耶稣我们谢谢 我们才能成为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的保险 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的礼拜 神的百姓开口开口 让我们的心愿安静下来 因为神说你们要安静 要知道我是神 我们会有在安静当中 能够进入到祂的里面 祂的同在 阿里亚特亚卡利亚布拉伯 神的百姓开口开口 为母亲的永母亲祷告 阿里亚特亚布拉伯 说法人要赞美耶稣 开口来赞美耶稣 阿里亚特亚布拉伯 想法人要赞美耶稣 我望祂的数千一下 通过祢的保险 我们就成为自由的儿女 通过祢十ız教的恩典 我们就得到救赎 阿里亚特亚布拉伯 阿拉伯拉伯拉伯 阿赎院上 谢谢耶稣 赞变耶稣 主 我们真知道我们是没见权的 主 我们真知道我们是被恩高的 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主啊 我们是祢的门徒 被祢的灵所恩高 主 祢的灵在这里就叫我们得自由 让我们成为自由的百姓 在基督耶稣里面 我们就一切都更新了 主 祢说旧事已过 一切都要更新 主啊 祢的保险涂抹遮盖我们 涂抹遮盖我们每个人 涂抹遮盖我们的家 涂抹遮盖我们的教会 在祢的保险里面 一切都要更新 仇敌不能再控告我们 仇敌不能够再挟制我们 靠着羔羊的保险 我们成为自由的儿女 成为喜乐的儿女 成为平安的儿女 成为蒙福的儿女 成为光明的儿女 耶稣 我们谢谢祢 主 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祢 因为主 祢今天就在这里 主 祢今天要再一次释放十字架的大能 拯救我们 让我们进入到自由里面 一切都更新了 在基督耶稣里 一切都更新了 谢谢主 全清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求 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好吗 我们找三个朋友祝福他说 在基督耶稣里 一切都更新了 在基督耶稣里 在基督耶稣里 一切都更新了 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一切都被更新了 阿们吗 阿们 我们拍照来赞美祂好吗 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一切都被更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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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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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更新 我們贏的訓法 不再受到困惑 你是一切所需 任世界看見 我為主發光 拍照來讚美我們的聲音 主 你賜我欣賞你 用全心盼望 能找完全的自由 你的自由在我心 無數為我生命 請耶穌基督保險 我們買到你面前 全心盼盡開 有你萬事都可能 你榮耀掌權 我們高順暢 全地都掀揚 心長絕對真君王 你榮耀掌權 祝你的人 將一切都更新 我們贏的訓法 不再受到困惑 必須一切所需 任世界看見 我為主發光 基督耶穌你我們一切都更新了 祝我們需要你 耶穌你的保險 如果增加我們 祝我們要讚美祢 主 你賜我欣賞你 用全心盼望 能找完全的自由 你的自由在我心 無數為我生命 請耶穌基督保險 我们来到祢面前 尽心爱尽态 有祢万事都可恨 祢荣耀掌权 我们要奢望 全力都宣扬 我心靠去全能俊华 祢荣耀掌权 祝你担交一切都更新 我们你的心房 再受到困绑 临时一切所需 愿世界看见 我们高深长 全力都宣扬 我心靠去全能俊华 祢荣耀掌权 祝你担交一切都更新 我们你的心房 再受到困绑 临时一切所需 愿世界看见 我们高深长 全力都宣扬 我心靠去全能俊华 祢荣耀掌权 祝你担交一切都更新 我们你的心房 再受到困绑 临时一切所需 愿世界看见 我为主发光 愿世界看见 我为主发光 愿世界看见 我为主发光 愿世界看见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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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们感谢祢 祝我们谢谢祢 赢着有耶稣 我们得到释放 赢着有耶稣 我们得到释放 赢着有耶稣 我们得到新的生命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都是一切 天父祂一起爱我 创造我 认识我 拣卷我 采败独神旨 耶稣基督 为我祈祷 祝祂进入 永恒 爱抵约的 这场是一切 天赋祂已经害我 尝尝我 认识我 拣选我 采败独献子 耶稣基督 为我生命 祝基督 永恒爱的月地 我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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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告的自由 基督 福音 是大能 要赐给我生命 我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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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告的自由 基督 福音 是大能 要赐给我能力 本天一起来搞 救赎 救赎 管理照耀 我宣告 在基督里我宣告 我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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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告的自由 基督 福音 是大能 要赐给我生命 我宣告 我宣告 我赢得自由 基督福音是大能 要赐给我能力 恩典已经来到 救赎真光以照耀 我宣告 在基督里我自由 在传世以前 天父他已经爱我 创造我 认识我 拣选我 采败独身子 耶稣基督 为我生命 从此进入永恒爱你 决定 我们一起来宣告 我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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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得自由 基督福音是大能 要赐给我生命 我宣告 我宣告 我已得自由 基督福音是大能 要赐给我能力 恩典已经来到 救赎真光以照耀 我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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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得自由 基督福音是大能 要赐给我生命 我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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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得自由 基督福音是大能 要赐给我能力 恩典已经来到 救赎真光以照耀 基督福音是大能 要赐给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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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告我已得自由 基督福音是大能 要赐给我生命 我宣告 我宣告我已得自由 基督福音是大能 要赐给我能力 神殿已经来到 救世间万一照耀 我宣告 在基督里我自由 我宣告 我宣告我已得自由 基督福音是大能 要赐给我生命 我宣告 我宣告我已得自由 基督福音是大能 要赐给我能力 恩典已经来到 救世间万一照耀 我宣告 在基督里我自由 我宣告 在基督里我自由 我宣告 我是自由的 我宣告 在基督里我自由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将一切的掌声荣耀归给神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请坐 谢谢你 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 在我们还未出生之前 你就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谢谢你在宝贵十字架上 所流的宝血洗进我们身上 一切的罪及误会 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 来到你的十恩宝座前 谢谢你在宝贵十字架所受的刑罚 我们得着灵魂体完全的医治 我们要来回应你的爱 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 每一滴把血为我额留 每个心房为我承受 暗点入海思念环绕 失望羞愧是你仍有抱着我 你的保险为我额留 每个心房为我承受 暗点入海思念环绕 失望羞愧是你仍有抱着我 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无论是神迷惑或是你仍有抱着我 你仍有抱着我 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无论是神迷惑或是我 无论是神迷惑或是你仍有抱着我 要无论是神迷惑或是我仍有抱着我 每一滴把血为我额留 你各心房为我承受 岸边入海 四面环绕 失望受困是 你仍拥抱着我 主耶稣 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持着上帝和的手告诉我 你永不放弃我 主耶稣 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无论是生命或死亡 痛苦患难逼迫都不能 叫我与你爱得见 河灯长空 河灯高山 天里地多大 你爱多好胆 无法撑通 永远无尽头 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 河灯长空 河灯高山 天里地多大 你爱多好胆 无法折磨 永远无尽头 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 主耶稣 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持着上帝和的手告诉我 你永不放弃我 主耶稣 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无论是生命或死亡 痛苦患难逼迫都不能 叫我与你爱得见 祝耶稣 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持着上帝和的手告诉我 你永不放弃我 主耶稣 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无论是生命或是我 睡不енного 说我与你爱得见 伍佛学员 Viel得上帝和我 福尔的声音 那�� AfD士市书 它等高山 台师命或是我 豌卑 他的声音 精力多大 你还多好的 无法折头 永远无尽头 我要张开双手来援手 何等长空 何等高深 天地地落荡 你还多好的 无法折头 永远无尽头 我要张开双手来援手 主耶稣 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持着伤平衡的手 告诉我 你永不放弃我 主耶稣 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无论是生命或死亡 苦患难逼迫 都不能 叫我与你爱得见 主耶稣 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持着伤平衡的手 告诉我 你永不放弃我 主耶稣 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无论是生命或死亡 苦患难逼迫 都不能 叫我与你爱得见 无论是生命或死亡 苦患难逼迫 都不能 叫我与你爱得见 主啊 我们要谢谢祢 谢谢祢 当我们举起手来的时候 我们当然向祢表明 我们领受祢完全的爱 主耶稣 我谢谢祢 因为祢就在我们当中 祢钉横的手也紧握着我们的手 主啊 我们为此向祢献上感谢 因为在祢的钉横的手里面 有满满祢完全爱的宝血 主啊 祢那爱的宝血 现在就进入到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 因为经上说 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 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主啊 我们更是谢谢祢 因为是神所设立的耶稣 成为了往回祭 为了凭着耶稣祢的宝血 借着我们的相信 显出祢完全的公义 显出祢完全的爱 就在我们的身上 主啊 一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 我们宣告说 愿耶华的书名说这话 我们就是祢从敌人所中所救赎的 主啊 我们谢谢祢 祢救赎了我们 脱离一切的疾病 脱离了一切的贫穷 主啊 一致我们可以住在基督耶稣的里面 主啊 谢谢祢 弟兄姐妹 如果你现在的光景 有一些地方是你觉得力不能胜的 包括一切你所面临的一些财物的问题 一切的疾病 因为耶稣应许我们祂抑制一切的疾病 在羔羊的宝血底下你就与基督连结 如果在这个当中的弟兄姐妹你举起手来 因为神就在我们当中 祂的宝血要使我们越过这一切的难处 你若是有在财务上面困难的 你就向神举起手来说 主啊 你帮助我越过这一切的难处 越过这一切的窘困 使我进入你的富足 如果你是在疾病当中的 你说主啊 你帮助我 因为你流了宝血 你就洗净我一切的污秽 使我得着你完全的捷径的时候 进入你的应许 得着你的一致 如果是弟兄姐妹你举手的 你可以来到前面 我们请我们的全职的同工 我们的牧长来为你祷告 还有我们的区长来为你祷告 把这些问题交在耶稣的手中 因为耶稣钉盆的手就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你也举起手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求主的大人进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的里面 因为耶稣的宝血带着耶稣的护活 带着耶稣完全的饶恕跟一致 谢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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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谢谢耶稣 世界上平板的手 告诉我 祢永不放弃我 祢永不放弃我 主耶稣 祢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不管是生命或死亡 我哭和难逼我 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 你的大雪为我满流 你的心房为我执上 当天如海 四面环绕 是梦树坏事 你仍拥抱着我 主耶稣 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谁站上定恨的手 告诉我 你永远无法起落 主耶稣 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无论是实力或死亡 恐怖话难逼我 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 能不能掌握 何等表现 甜蜜蜜落疼 你爱多好央 无法侧透 由于我尽头 我要张开双手 来领受 何等长黄 何等高深 甜蜜蜜落疼 你爱多好央 你爱多好央 无法侧透 由于我尽头 无法侧透 由于我尽头 我要张开双手 来领受 我要张开双手 来领受 主耶稣 主耶稣 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我要张开双手 来领受 主耶稣 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无论是生命或是我 无法侧透 由于我尽头 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无论是生命或是我 无法侧透 由于我尽头 由于我尽头 都不能 叫我与你爱可见 无论是生命或是我 无法侧透 由于我尽头 都不能 叫我与你爱可见 无法侧透 由于我尽头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耶稣 一切的送赞归给耶稣 一切的得胜归给耶稣 一切的尊荣尊贵都归给耶稣 因为祂配得这一切的得胜 因为祂配得这一切的护活里面的荣耀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请坐 我们不单谢谢主的护活在我们当中 我们更是用金钱来成为 祭物献在神的面前 因为这一切都是耶稣配得的 我们就请我们的视线同工起立 我们来服侍大家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还不明白奉献耶 请你先管理 耶稣求你 敬入我的心 南排佑一般封獄 有你大能的保险折开我 我 开启我心灵 脱障我生命 在你保险里 我救的绝技 耶稣 求你进入我的心 要你当安的保险 释放我 进入你同在 领受你的爱 在你保险里 我献上敬拜 令我到你保险里面 所有罪恶彼的生命 更新我生命 在你海里保险里面 令我到你保险里面 变成丰盛奇妙恩典 更新我生命 在你海里保险里面 令我到你保险里面 所有罪恶彼的生命 更新我生命 在你海里保险里面 令我到你保险里面 变成丰盛奇妙恩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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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海里保险里面 更新我生命 在你海里保险里面 天父 我们要谢谢祢 透过耶稣的爱子 祢使我们得着完全新的生命 主啊 就在祢爱子的保险里面 主啊 祢的爱子保险里面 有完全护活的生命 也谢谢祢让我们有那得获彩的能力 主啊 我们就献祭在祢的面前 愿祢在我们的身上 在我们的职场当中 在我们的家人的里面 一切的服饰当中 都叫耶稣祢得着完全的荣耀 主我们谢谢祢也成为台中 成为台湾的祝福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把荣耀都归给耶稣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谢谢主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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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坐下以前更说 你有耶稣 你有耶稣 好 谢谢主 那我们欢迎有三位新朋友 董 陈 富池 还有柏勇 来 我欢迎你们 请你起立好吗 来 我们说什么 来 我们说福布教会 一次欢迎 永远欢迎 好 谢谢主 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 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我们 教会里面的大小事 为幸福小组来祷告 幸福小组即将进入第四周 真相大白 球主引领本题次 74组幸福小组的福长与对公 在幸福小组当中领受为父的心 福音的热情 一同为着这个世代的灵魂代祷 陪伴 期望每位BESTER都可以经历到天父的爱 回到神的家中 进拜团培训课程 中阶四谷班 上课时间 5月1号到6月26号 共8堂课 每周六的下午 4点半到5点半 私勤初阶 Keyboard班 上课时间 5月5号到6月23号 共8堂课 每周三下午 1点半到2点半 私勤高阶 生气 我生气 我生气 情绪总是无时无刻出现在我们脑子里 不管是闷在心里 或是突然爆炸 似乎都会带来许多灾难 有情绪难道不行吗 青年营会情绪防疫大作战 时间为7月7号星期三 到7月9号星期五 1点于西湖度假村 让孩子在快乐轻松的方式学习 邀请青年们一同来参加 丰富领袖职业公告 4月份领袖职业 将于4月9号举行 请领袖们预留时间参与 上半年度小组长推秀会 因故将调整至下半年 10月8号 10月9号 请组长们一同留意 感谢神的恩典 3月27到4月4日为余月节期 本周开始庆祝余月节期 并一同领圣餐 透过耶稣在十架上的受难 被丁完成救恩 并在第三日复活带下生命的盼望 本年度4月4日为复活节 当周三堂主日崇拜 均备有复活节彩蛋 邀请家人们一同来领受属神的祝福与盼望 更多周报消息 请看官网电子周报 周报消息 一起关心及带导喔 好 谢谢主 那我们在这个余月节当中 欢迎我们礼拜五的这个祷告会里边 继续会欢庆整个余月节的这个欢庆 那接着呢 我们欢迎我们的蒋元 婉玲传道 来热热欢迎他 嗨 俊千姐妹早安 真的是坐满满的人啊 好感恩喔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 我们都可以领受这个余月节的恩膏 好 那我来问一下弟兄姐妹 你们有听过余月节的举手 这一堂比较多 好 以前都没听过的举手 我看一下 还是要调查一下 其实也不少对不对 好 那有听过复活节的呢 看一下 比较多对不对 好 那我告诉弟兄姐妹 其实呢 若是没有余月节 就不会有复活节 好 若是没有在耶稣 来到这个世上 若是没有耶稣为我们受难 若是没有耶稣为我们复活 其实今天不会有我们在这里 我们不会有这样子一个永恒的生命 好 那所以呢 有一些人对余月节可能比较陌生 那在我们的教会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比较正式 在主日的时候 我们要来欢庆余月节 那有关于这样的信息 一起要来传讲 好 那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你想要更进一步 来了解余月节的话 这里有一本书 叫做余月节的预言 它是恰克比尔斯 他所领受的预言 在我们这个武汉疫情 还没有爆发之前 其实神就把这样的一个光景 已经先跟他说了 好 那所以呢 他其实已经先领受了预言 那在领受之后呢 他就写了这一本书 那这一本书呢 是有关于这七年间 接下来未来的七年间 神要在这世上所做的工作 那成为神的子民 我们要怎么样预备自己 当我们有一个好的预备 我们就可以跟着神来走 当我们跟着神 我们就会在神的保护 跟神的同在里面 好 那所以鼓励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这样想要进一步了解 那你可以站行政柜台那里去购买 或者是自己到坊间去购买 都没有问题 好 那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要来分享余月节 那余月节有一个主角 那我们先从旧约的概念 我们先来帮助大家有一些的了解 好 那我们知道犹太人呢 他们一年会有三大节期 那在这三个节期呢 神跟他们说呢 你要来朝见我 所以呢 只要住在外地的这些犹太人呢 他们都会利用这三个节期 然后回到以色列来过节 好 那第一个节期就是余月节 好 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好 那第二个节期就是五旬节 好 第三个节期呢 就是祝彭节 那只要我们在神的季节里 其实呢 神自然就会在那个节期 来兴起一些的工作 像这一次呢 我们在这个余月节 从礼拜五开始嘛 我们会一连的欢庆七天 关于余月节 这样子的一个季节 那我特别 这一次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过去我也没有重视节期 但当我在预备的时候 我发现喔 真的只要走在神的季节就是亲神耶 我在预备 我感觉到神的同在好强喔 然后我就觉得 哇 神对我们的爱真的好大 那我也觉得 我也感觉 神今天会在我们的当中 来帮助一些弟兄姐妹 透过你来认识余月节 来领受余月节的这个能力 神要在你的身上 要来做心事 那为什么犹太人呢 这么重视余月节呢 不光他只是以色列的一个节期 不像我们在过中秋节啦 什么端午节啦 这样吃个代表物而已 其实呢 圣经有说 这是耶和华的节期 那不是人定的 是谁定的呢 就是我们神定的耶和华节期 所以普天下的百姓 只要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都要来认识余月节 并且我们要来欢庆 纪念这个节日 那这个余月节他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过去 在 在 以色列 以色列人他 有一个人 他叫做雅各 那 当时候他们在以色列 他们要逃避饥荒 所以雅各就带着他们的整个家族 就来到了埃及 那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很被重视 那可是等到第一代的埃及王他过世了 第二代第三代 发现以色列的百姓越来越多 他们就沦为那里的奴隶 他们开始做苦工 法老王开始压迫这一群人 这一群人多到非常非常的多 那上帝呢 以色列百姓呢 在这样的光景里 他们就开始呼求上帝 神啊 我还需要这样过日子吗 我们的家到底在哪里 我们的日子还要多艰难 我们在这埃及被奴役成这样 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会听 月姐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跟我们极大的关系 以色列百姓在埃及被奴役 我们呢 埃及代表是世界 埃及代表的是一个黑暗权势 我们如今不就是在这样的世界里吗 我们现在就在这样被奴役的光景里 你看现在很多的人 虽然感觉行动是自由的 可是他们的生命却像在监牢一样 许多的人他们晚上怎么躺 就是睡不着 很多的人他的财务经济 各方面都面临一些问题 在这个世界他必须与世界同流合污 他才可以生存下去 他才可以做一份事业 我们就在这样的经济体系里面 今天这个逾越节跟我们极大的关系是 神当初怎么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释放这个民主得到自由 在今天神也透过这个节起来告诉我们 唯有耶和华是神 这是属于耶和华的节起 神今天也要把这样的能力 来释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还有我们的家庭 所以呢 神就让埃及他们去看到神的能力在哪里 所以透过要拯救的过程 神就先用了九个灾害 帮助埃及这个地方 这个国家可以看到神的能力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为什么要过逾越节呢 好 在旧约里我们知道 神说他是逾越节的主嘛 所以第一个标题我就给他 叫做神是逾越节的主 好 那既然神是逾越节的主 那就有三个能力 就在这个时刻里 好 那有哪三个能力呢 好 第一个能力就是神要败坏偶像 我们台湾的偶像多不多 多啊 多到不得了 连树都可以拿来拜啊 是不是 好 那所以我们的光景 其实是跟这个埃及是一样的 好 那所以神要做的就是败坏偶像 我们先来读一下经文 来 一起来 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 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 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 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 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 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 当夜要吃羊羔的肉 用火烤了与无效饼和苦菜同吃 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 脚上穿鞋 手中拿杖 赶紧的吃 这是耶和华的愉悦节 因为那夜我要寻行埃及地 把埃及地一切投身的 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 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 我是耶和华 这里有提到就是在正月的时候 正月十四号 他们必须要宰杀一只无残疾的羊羔 正月不是我们现在所说阳历的正月 这里讲的是犹太历 犹太历的正月 他们还有一个名词叫做尼善月 就是大概在我们的三月 我们阳历的大概三月到四月的中间 神就吩咐他们说要预备一只无残疾的羊羔 弟兄姐妹是无残疾的 为什么要无残疾的呢 因为只有无残疾的可以来代表罪 可以来除罪 所以神在这里就说 在那一夜 就在那一天我要寻行埃及地 还有把埃及一切投身的 弟兄姐妹一切投身的会发生事情 一切投身的 不管是人不管是牲畜 神都要在这一切 在这个时刻要来击杀 他击杀这个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 弟兄姐妹听好 神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耶和华 我是耶和华 这是耶和华的余夜节 所以神要在这一夜要施行地失灾 那这一夜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代表审判的意思 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 我们终究有一天 我们也必须面临这个时刻 当耶稣再来的那一个时刻 当我们生命 我们的气息在今天断掉的时候 在我们断掉生命气息的那个时刻 我们要面临的第一个审判是什么 我们认不认识神 我们要面临来到神的白色大宝座面前 我们认不认识神 神为什么要收纳我们 神看的是什么 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有没有那一支 无残疾的羔羊的印记 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是不是都是信耶稣的 我们是不是承认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主 今天有一些 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何等的感恩 我相信神今天要把这个福音给你 神要把这个印记放在你的身上 让你可以知道未来你有一个地方可去 那个地方是非常好的 是一个永恒的家 所以神今天要来审判埃及地一切的黑暗权势 今天神要在埃及做的 弟兄姐妹神也会在我们的家中做 神也会在台中市也会在台湾来做 好 那在埃及地呢 他们要神在这当中施行了十灾 所以这些的黑暗权势 每一个灾害背后都有一个黑暗权势 好 举例来说 在第一灾的时候 神使尼罗河的水变为血 那尼罗河在埃及被视为生命的泉源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在尼罗河这里有一位河神来供应给他们 可是神就这个时候败坏他背后的权势 就让这个水变为血 好 那再来呢 比如说第二灾是青蛙灾 青蛙灾这个灾害背后的是什么神呢 就是生育之神 好 那比如说以下 比如说第九灾 第九灾有一个叫黑暗之灾 我们知道在埃及他有一个很崇高的神 太阳神有听过吗 埃及 现在很多瑜伽不是有些动作也是在敬拜太阳神吗 在埃及呢就有这个太阳神 他们把他奉为是最高的神 好 那所以说呢 这时候呢 神让埃及所有遍地充满了黑暗 在败坏的就是这个太阳神 好 那到了第十灾呢 我们知道在这个之前 法老的心非常的刚硬 他仍然不相信耶和华是神 好 那所以呢 以至于会有这个第十灾 杀长子之灾 所以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生命里 我们也来反思 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如同法老这样子刚硬 刚硬到最后一个状况 这个刚硬也是背后一切权势所引起的 刚硬到一个状况 神就任凭我们 神就任凭法老 以至于第十灾 就来灭长子了 好 那所以呢 所以在这个第十灾呢 法老本来还自信的以为说不可能的 这个长子之灾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呢 在我们知道在埃及 法老他也是神之一 他觉得他自己是埃及的神明 然后法老呢 他会认为说呢 在埃及有一个守护 孩童的女神叫伊西斯 好 来 那他们觉得这个伊西斯 会保护他们的孩子 那所以说呢 在这一天晚上 埃及是站立不住的 这个偶像也完全的倒塌 好 在面对上帝的时候 所有的黑暗权势是无法站立的 因为神怎么说 神对我们说我是耶和华 只有这一位神 这一位才是独一的 是唯一的 我们的生命不只是 像在埃及 有时候我在我们的生命里 我们会面临到一些的问题 比如说生命的问题 财务上的一些问题 还有家中 像这里有很多妈妈 或者是你自己的生命 或许会在一个循环里 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出来 还有在我们观看台湾 目前整个的状况 其实呢 弟兄姐妹 这个不是只有表面上的问题 不是只有物质界的问题 就如同埃及一样 在这个背后 都有一些黑暗权势的问题 好 那所以今天神要带领以色列百姓 要败坏他们背后的权势 这个对我们有什么盼望 在我们的生命里 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有时候会不会觉得 为什么一些历代的部分 一直不断的重复 为什么有些家中有些意外 一直不断好像有找事的啦 一些重病一直不断的巡回巡回 或者是一些财物的问题 一直不断的在家中巡回 或者是家族感觉好像有一个咒诅 一直在这个家庭里面 弟兄姐妹今天神要在埃及做的 同样神也会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来做 只要我们倚靠神 今天神告诉我们 我是耶和华 是那一位照天照地的 是那一位至高的神 神只要出手拯救 我们只要靠着羔羊的保血 我们就可以被释放出来 出埃及就是愉悦的意思 我们可以走出来的 好 第二个能力呢 在这个愉悦节 帮我转下一张 谢谢 好 在这个愉悦节呢 神要败坏的第二个能力呢 就是神要施行救赎 好 我们来读一下13、14节的经文 来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 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 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 灾央必不灵到你们身上面你们 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 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好 这里呢 有讲到愉悦 对不对 愉悦呢就是代表是越过的意思 代表神的拯救 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 你是会被越过的 你是会被带领出来的 你是会被保护的 不仅被越过 神还要拯救 拯救什么 带领你走在一条新的道路里 好 那所以说呢 以色列百姓就听了神的话 神告诉他们 你们要预备一只无残疾的羊羔 然后杀了这一只羊羔 把血涂在门框跟门楣上面 有没有很类似我们过年的贴春联 好 是有这样的典故而来的 好那所以以色列百姓呢 他们就做了这一件事情 好当那一夜来临的时候 当那一日来临的时候 当审判来临的时候 灭命的天使就来巡行在整个埃及地 只有一个记号是可以被越过去的 就是这一家 这一家的门框 门楣上面有图保血的 就可以被越过去 所以在这个家 在这个屋子 神告诉他们 你们一步都不可出这个门房 一步都不能出去 神说的以色列百姓就听了 所以他们都在这个房屋里 弟兄姐妹 神今天也在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在这个房屋里 在这个神的保护里 在这个属灵的家里 我们的属灵的家在哪里 属灵的家就是在教会 神设立教会 要成为我们的保护 我们在这里是彼此合而为一的 在这里是同为肢体的 神要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 并且在耶稣保血的遮盖里面 我们不要自己爱去哪里就去哪里 脱了保护 我们就很容易落入试探 跟被攻击里面 那我很感恩今天这么多人 来聚集在这里 我相信今天这个逾越节的能力 也会来临到弟兄姐妹的身上 好 所以呢 当我们有这个印记 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被分别出来了 好 那我们来读一下 29跟30的经文 好 一起来 到了半夜 到了半夜 长子 就是从做宝座的法老 直到被掳求的在尖里之人的长子 以及一切投生的深处 尽都杀了 法老和一切成仆 并埃及众人 夜间都起来了 在埃及地有大哀嚎 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 好 那所以当这一日审判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可以被越过呢 这里说从做宝座的 一直到被囚在尖里的 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逃脱的 神在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要得救 我们要越过现在的问题 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 不是说我好努力 我好努力 我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 那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势力 我多么的有名 这时候是没有用的 不是靠着我们的头衔 不是靠着我们有多少的财富 甚至当那一日审判来临的时候 我靠着官说 拜托牧师你比较近钱 你告诉我跟耶稣说一下 弟兄姐妹到那时候都不好 你知道吗 唯有我们自己个人 我要不要承认这个信仰 我要不要承认耶稣就是我的救主 我要不要承认这个羔羊的血 是为我而流的 这个救恩其实很复杂 但是神做的很简单 我们只要承认 我们只要口里承认 我心里相信 这个救恩就临到我们了 好 那所以透过羔羊的血 我们会看到一些的分别 埃及是怎么样 遍地哀哭 所有的长子都死了 以色列的百姓全家蒙救赎 那我们可以看到当神在审判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站立的住的 只要没有那个记号 只要没有那保血的那个记号 就完全站立不住 好 那所以呢埃及的众神都被审判 可是以色列百姓呢怎么样 以色列百姓他却被释放出来 从这个埃及 从这个世界 从这个维努之地 从这个被压抑之地 从这个好像在监牢之地 全部就被释放出来 好 那这里有告诉我们 信是全家都被救嘛 因为他们门楣 门框上面有这个羔羊的血 所以埃及每一家每一户都哀哭遍野 可是以色列的百姓 没有一家是死人的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在神在告诉我们 神的救赎是整个家的 你相不相信神救你 不是只有救你一个 或许我们在祷告当中 我会很失望说 我家里这个人的光景 一直不断的是这样 那我祷告了许久 好像没有什么改变 今天神在告诉我们的信息 只要一个人信主 我们愿意忠心 我们愿意信靠这一位神 我们持续不断的祷告 我们在我们的家中 领受耶稣基督的保险 整个家都是被救赎的 就像挪亚 挪亚全家 不是每一个都这么敬钱 可是因为挪亚 他敬钱 他愿意领受神的启示 愿意跟 挪亚全家就被救赎了 那撒该呢 过去是一个罪人 可是当他迎接耶稣到他家的时候 他全家也都信主了 还有那一位寓主 他们全家也都归向神了 这个季节神在做的是什么 不是我们好像个人步道 好像路边发一发通知单 个人得救 不是 神在做的是全家得救 在你的家庭当中 神要做的也是 让你可以全家归主的 只要靠着一个义人的祷告 靠着耶稣保血的遮盖 全家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救恩 好那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救赎的 给我们在这个逾越节神 告诉我们的 因为耶稣基督 因为这个羔羊的保血 我们可以领受这个救赎的能力 好那再来第三个 神要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读一下这四节的经文 好一起开口 来 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 往苏哥去 除了富人孩子 步行的男人约有六十万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 正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 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 正当那日 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 从埃及地引出来 好这里有提到一个名词 叫做兰塞 兰塞呢 他在埃及 这个名称叫做太阳之子 好所以呢 这个时刻 神把雅各的儿孙 从太阳之子 这个充满偶像 充满瑕智的这一座城里 把他救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救恩 大过一切 神的救恩 可以大过一个整个国家 临界的所有的权势 所有偶像的权势 这里有提到说 出来的男丁有六十万嘛 这里只有记载男丁 如果是整个家族来看 一个家有四个人的话 大概是240万对不对 那除了这六十万个家庭 其实周边还会有一些闲杂的人 也一起跟着出来 所以预估大概是三百万 左右接近三百万 那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神突然给我一个亮光 说你去查看看台中市的人口有多少 我一查 哇太棒了 280几万就接近 接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人数 所以呢 神给我们的一个盼望是怎样 神要把整个城市 把整个民主是要救出来的 所以神要救赎的不是只有我个人 你个人或者是你的家 今天神要救赎的是整个台中市的百姓 整个台中市的百姓 整城都要被释放出来 从埃及被释放出来 所以神告诉他们说 你们是军队 其实神在讲军队的时候 以色列百姓还没有出来 可是神告诉他们说你是军队 就如同神今天也告诉你 孩子我看你 你一信主的那一时刻 我就命定你成为军队 这带给我们多大的盼望 你看埃及本来他是被奴役的 他是奴隶耶 从奴隶转换成为自由 从自由转换成为军队 有没有看到他们的身份 一层一层一层的在改变 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也是这样 我们的生命被神拯救之后 也一直不断进到自由 进到更新 神说孩子你成为军队 我们的身份是越变越荣耀的 今天神也是如此的来呼召我们 当我们成为军队 我们就是预备要打仗的 所以呢在这个逾越节 我们要来支取这个恩膏 我们成为军队 我们要打仗 神也把治理的权柄给我们 所以神也把台中整个城市来交给我们 素生的儿女 所以我们也要来宣告台中不仅全城归主 台中的百姓也要加入耶和华的军队 阿们吗 我们成为军队 我们不用怕 不是我们自己在打仗 乃是谁 万君之耶和华 因为圣经有说他就是元帅 神就是我们的元帅 我们不用做什么 我们就是根 神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面对整个台湾目前的光景 台湾在这一两个月来发生很多的事情 虽然我们没有新冠疫情这么紧张 但是呢我们却发现了很多天然的灾害 比如说大杜山的火灾 是不是 前一阵子一直延烧 然后阿里山的这个火灾 也一直在延烧 好 那所以呢 还有呢也因为气候干燥 是什么原因来的呢 是因为不下雨 现在不下雨 那除了这些之外 有没有敏感到说最近一直发生意外 特别交通事故 天上的地上的 有游览车的事件 许多的人被抛出去 整个家庭开始在一个极大的变故里面 一夜之间 好 那许多 特别好像很多的年轻人 骑车出去 那我高雄有一个地方 就有一个点 就好像连续两三天出了三个意外 都在同一个点上 好 那弟兄姐妹 这个不是偶发事件 其实这个在灵界是有黑暗诠释的 好 那包括最近这两天最大的新闻就是空军嘛 两架飞机一摔 两个家庭就破碎了 一个家庭 有一个孩子很小出生了 一个家庭 才两个月在妈妈的肚子里 弟兄姐妹 这么多的意外 我们敏感到这些问题 就如同在埃及一样 好 那所以说呢 我们有神是可以靠的 在这个逾越节 我们特别要来为台湾祷告 神可以败坏埃及的权势 神一定能够败坏在台湾 台中的所有黑暗权势 这些权势 我们奉耶稣基督人民来捆绑 靠着高仰耶稣基督的保险 台湾要蒙保守的 阿们吗 那再来呢 世界的光景也好不到哪里去 新冠疫情以为只要疫苗 一研发出来就好了 其实没有的 很多的地方 好像听说又会有第三波的疫情 开始产生 为什么 因为变种 我们掌握不到的 那另外呢 缅甸 缅甸这两天一直到现在 已经死了大概440个人以上了 我一早上起来看新闻的 大概是凌晨的时候发的新闻稿 又死了144个 那当中死的呢 在增压当中死的 有些是一岁的五岁的 就这么小 他们才来到这个世界上 没多久 莫名的 就在这样的一个战乱当中 就没了命 所以弟兄姐妹 神给我们这些的问题 我们不是单在于把视线 一直对焦在我们个人身上 过去我们会觉得 我这个人先好了 再去顾别人 你知道吗 在我们个人 我们比较注重在说 我的家庭合不合乐 我的夫妻关系好不好 我的亲子关系怎么样 我有没有财富 当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今天神来告诉我们 神的心意 既然他带领我们成为军队 我们就要参与国度型的征战 不是只有在于个人 那个格局太小了 我们要参与国度型的征战 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 当我们可以在参与国度型征战的时候 我们在为着国度祷告 我们这个人就在国度里面 我们先把大伞这样撑起来 我们在里面 我们就得平安 若我们一直专注于在个人的事情上面的时候 二者很容易就一直打我们个人 就打你这个人 让你就是焦点都在自己就好了 不用管国度的事 所以今天我们听了这个于月节的信息 神要我们成为军队 代表我们有一个国度的眼光 要有一个神的眼光 我们来问神 主你的心意是什么 主啊 台湾发生了这些事 主啊 你的心意是什么 你的百姓要怎么起来成为军队 要来为国度打仗 要来为国度祷告 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的问题 自然就不是问题了 因为大伞打开了 我们就是在里面 就是被保守的 好 那所以说呢 神是逾越节的主嘛 那当我在预备的时候 我就去翻 明述记33章30节 33章3节 神说正月十五 就是逾越节的次日 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 在一切埃及人眼前 昂然无惧的出去 过去他们多卑微啊 过去他们整个被压抑到 是奴仆啊 奴役啊 但是今天他们被救赎出来之后 他们是怎么样 是昂然无惧 代表是大有信心的 这个信心是什么 他们投靠神的信心 这个信心是他们看到 神在埃及所行的死灾 这个信心从哪里来 当他们在逃避 后面埃及的追兵的时候 他们看见红海就在他们前面 超自然的分开了 他们只要愿意踏上去就好 弟兄姊妹 今天神给我们这样的救恩 我们只要愿意踏上去就好 以色列百姓就这样看到 他们里面就有大有信心 所以为什么在丰富教会 我们每一次常常主日 要安排一些人上来做见证 主要是什么 要见证神的荣耀 要让你们可以看见这一位神 他可以使死人复活 疾病得医治 使贫穷的成为富足的 使过去被捆绑的 现在可以自由 这是神做的 神做在这些见证的人身上 也要见证在你的身上 所以因为他们看见了 他们就大有信心 所以家庭 他们就从蓝塞这个地方出来 今天我们听了这个余月节的信息 神也要带领你的家庭 从蓝塞出来 神要带领你的生命 从蓝塞这个偶像之地出来 这个黑暗权势之地出来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脱离仇敌的辖制 然后我们可以走在神的同在里 往神的命定之地 可以直奔的 好 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神里 不仅成为神的军队 我们可以成为生命树的 许多的飞鸟都可以来栖息的 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的 好那所以透过羔羊 神让我们知道在余月节 可以领受以上的三个能力 好那来到新约呢 来到新约这只羔羊是谁 就是耶稣 这一只 这一位 完全没有罪的 毫无瑕疵的 道成肉身的羔羊来到这个世上 好约翰一书 那时候施洗约翰一看到耶稣 耶稣那时候才要登场 开始服侍神而已 耶稣一登场 施洗约翰也是一个先知嘛 他看到耶稣 他第一句话就讲说 看哪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看哪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在旧约羔羊是除去罪孽 来到新约是除去世人的罪 代表什么 过去在旧约神救的是以色列百姓 来到了新约神做更大的事 他救的是万邦万族 包括每一个国家 包括弟兄姐妹你 我们今天为什么可以坐在这里 那是因为耶稣 他要除去世人的罪 已经跨越了一切种族 跨越了一切的民族 好那所以说耶稣羔羊呢 耶稣成为这个挽回祭 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高仰耶稣呢 耶稣自己献上成为赎罪季 我们来读一下 这个经文来一起来读 出了 出了 好 这里有讲了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除笑节 其实除笑节就是余月节的意思 那当余月节一开始的时候 那要开始一直庆贺七天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就要领无效饼 那这个饼是要没有效的 效代表是什么意思 代表是罪的意思 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来做除笑 除去我们里面大大小小的一些罪 因为有罪的 我们没有办法见这一位圣洁的主 那在我们里面有罪性 耶稣来除去了我们罪的行为 罪行 可是我们里面都多多少少 即便我们信主了 我们都会有那些罪的一些根源在里面 好 那所以说我们每一天 我们到神的面前 这个礼拜我们特别求神来光照我们的生命 神一光照我们里面有没有恨人的 有没有不饶恕的 有没有苦毒的 有没有偷窃的 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悔改 当这些笑一出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见到主的面 我们所祷告的神就会听 好 那在这个除笑节的时候 耶稣要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 耶稣要来告诉我们说 他在除笑节的这一天 就是在雨夜节羔羊的这一天 耶稣要把他自己献上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 耶稣他要成为那个带罪的羔羊 他要上十字架了 耶稣已经在预备他的道路了 好 那所以呢耶稣就带领他的门徒 就带领着他们领圣餐 那所以等一下我们牧师也会来带领我们领圣餐 在领圣餐的时候 耶稣拿了无效饼拿起来说 这是我的身体 是为你们而舍的 耶稣把他的身体给我们 他的身体被剥开 然后耶稣呢又拿起这杯说 这是我的血 是为你们而流的 神为我们而流这个保血 是要与我们立约的 好 立什么约 立的是血约 这个约神不会后悔的 不管百姓不管人怎么样做 神绝对不会后悔 他跟我们立的这个约 所以这个是永约 神在告诉我们什么 孩子你不孤单 纵然别人不要你 孩子我要你 纵然你生命有些什么样的软弱 你觉得你甚至看不起你自己 但是我会帮助你 神不断的如此的来爱我们 好 那所以呢 在这个逾越节的晚上 耶稣自己要成为那带罪的羔羊 过去在埃及地的时候 让那只羔羊来代替 以色列的长子而死 现在来到这个是新约的时刻 神的儿子来代替我们儿子 好 那所以说 这一天也是耶稣自己的生命 达到一个极为痛苦 极为痛苦的时刻 好 那所以说 好 那所以说呢 在旧约在以赛亚书 就有写了这么一段经文 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的身上 好 那接下来53章的第10节说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 使他受痛苦 耶和华以他为赎罪计 弟兄姐妹 这个是以赛亚在新约之前 大概就是700多年前 他所预言的 神的儿子要来到这个世上 他要成为受苦的仆人 他要为我们钉死 他要为我们受压伤 那这里应该有很多 成为爸爸妈妈的嘛 好 我们知道耶稣 就是天父的儿子 那哪一个父亲 哪一个成为爸爸妈妈的 你要让你的孩子 去受痛苦呢 你愿意让你的孩子 去受压伤吗 我相信一个正常人 应该是不会这样做 对不对 好 那为什么天父呢 他特意要他的孩子 受压伤呢 我们没有人知道 天父到底在做什么 好 那我们知道呢 当时候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 那时候可以在重罪犯的当中 释放一个人 众人 所有的人 可以高喊就赦免那十恶不赦的强盗 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 出来替耶稣说话 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要放过耶稣 耶稣是没有罪的 没有人愿意释放他 原因是什么 因为天父定义 天父定义 要让他的儿子成为赎罪祭 这个赎罪祭做什么 就是为了你今天而来 为了你的生命而来 我们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罪的问题 只有一位无罪的 才能够代替我们成为义 只有那一位无罪的 只有耶稣 为什么呢 圣经有一句话说 罪的公价乃是死 有罪的就等于死 那怎么来还呢 就是只有死 才可以来还这个罪债 我们自己死不了 耶稣来到世上 为我们而死 你看这个救恩 很复杂的 耶稣自己要从天上 来到这个地上 救恩太复杂了 可是我们的神 把他做得好简单 我们只要主啊 我愿意承认 你就成为我生命的主 那也因为这样 常常我们在信仰当中就觉得 哇 这个救恩是很廉价的 我反正就随便得了就有了 我不需要太在意 我要跟不跟没有关系 弟兄姐妹 神做得很复杂 我们信得很简单 我们更要明白 耶稣当时候 怎么为我们而舍命的 所以在逾越节的那一天 魔鬼不明白 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一天 就哇 太好了 我可以杀掉神的儿子 我就得胜了 魔鬼不知道的一点就是 耶稣可以复活 他复活的能力 可以掌握着 印尖死亡的权柄 他拿着印尖死亡的权柄 交给我们 他从他已经战胜的死亡 他复活了 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 我们也有这一把得胜的钥匙 耶稣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 让我们可以越过 让我们可以离开过去的光景 以至于我们可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好 那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我们特别要认识 耶稣来了 耶稣怎么降卑他自己 耶稣怎么成就这个救恩 我们来看一下 耶稣的七重的降卑 好 我们读一下菲利比书 二章六到七节 好 一起来读 来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须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纯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好 以前我在看这节经文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就是这样 那当我在预备的时候 神就说你看一下 路加福音22章跟23章 哇 我一看 我真的觉得神好爱我们 竟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在告诉我们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他怎么样为我们走 这个十字架上的道路 好 第一点 耶稣说不强夺 他第一层的降卑是 不强夺同等 强夺是什么意思 强夺就是抓住的意思 抓住什么 耶稣没有抓住他的身份 耶稣在天上 他跟神是同样 同样尊贵的 同样荣耀的 可是耶稣他没有抓住他的身份 耶稣呢 他不与 不跟上帝在同样一个位置上面 他谦卑下来 他谦卑到哪里 他谦卑来到这个世上 弟兄姐妹这容易吗 我们感觉好像很容易 我当人当得不错嘛 那家境也还好啊 要吃什么有什么 如果呢 若是有一天我们知道天上的荣耀 我们就不一定会来到这个世上 那因为呢 好 我们打个比方来说 神为了要让我们可以知道天上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耶稣把他自己的身份把他放下了 就如同我们在路上 我们看到了一只流浪狗 流浪狗不是到处被咽气吗 生气我们可以踹他几脚 他要吃东西自己去觅食 那流浪狗的这样的光景是被藐视的 是被撇弃的 那流浪狗一定不知道人的世界现在是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要去拯救流浪狗 那我们就要变成流浪狗的样子 好 去告诉他 哦 原来人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换一个角色来说 今天如果要我们转换成一只流浪狗的角色 有人愿意吗 我们这里没有人愿意 包括我 我也不愿意 可是耶稣他愿意 他没有强夺 他没有强抓住他自己成为神儿子的那个身份 他来到了世上 耶稣要来代替我们的罪 所以呢 耶稣把他自己给我们 代表什么 耶稣也把他的身份给我们 耶稣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 我们因为耶稣 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神的儿子 成为神的孩子 是耶稣把他的身份跟我们做交换的 我们就可以承认 我们就可以认阿爸 天父阿爸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父亲 所以每一位孩子 你不是无依无靠的 不要再自卑了 你有一个很荣耀的位分 就是神的孩子 神的儿女 神的公主 你信主的那一刻 你就进到皇家了 天上的皇家了 好 那所以耶稣呢 第一层的降杯是不强夺同等 第二呢 第二层的降杯呢 好 就是反道虚己 好 虚己呢 是倒空自己的意思 好 我们知道耶稣是神 祂是全知全能的 那世界万有也都是耶稣所造的 祂的能力是可以复辟一切万有的 神充满能力 耶稣有充满能力 那可是今天在这个时刻 耶稣他让自己完全的舍下 他从最高的位置 他下来 他虚己了 当罗马兵丁要来抓他的时候 耶稣呢 他只要一祷告 其实十二营的天君都可以来帮他 可是耶稣有没有这么做 耶稣没有这么做 耶稣放下他的权柄 放下他的能力 他谦虚自己为了什么 因为他要满足天父的心意 因为天父定义要将他压伤 为什么天父要定义将他压伤 是为了在座我们每一个人 为了我们的生命 耶稣定义要被压伤的 好 所以说呢 耶稣他是为了救你 为了救我 而来到这个世上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耶稣的第三层降碑 好 第三层降碑呢 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 好 因为耶稣呢 他本来就是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位一体的一位神嘛 那这里讲到奴仆 奴仆你去查原文 他就是奴隶的意思 他不是仆人哦 他是奴隶的意思 奴隶代表什么 他是可以被贱卖的 他可以被主人打的 他可以被爱怎么样对待 就怎么对待的 就跟一只狗是一样的 他取了这样子的位分 那我们来看看耶稣 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 他是不是被卖了 被谁卖 被他最亲爱的门徒之一 他被犹大卖了 那降伏天父的旨意 他来到这个世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 他取了奴仆的形象 好 那第四个降碑 耶稣成为人的样式 好 这里所指的是 耶稣他道成肉身 取了人的样式 他要与我们同住 为什么耶稣要成为人的样式 如果今天哦 我们认识了这一位神 他就是神嘛 我们大概没有办法 怎么样信服他 可是他却成为人的样式 跟我们一样的 弟兄姐妹 你有的性情 耶稣也是都有 好 那耶稣呢 在这一天晚上 他的一些感受 他的一些挣扎 他的一些苦难 特别要他在上十字架之前 耶稣他非常非常的害怕 因为他知道 这是多么多么重的一个刑罚 所以他必须跪在地上 一直不断的祷告 祷告到最后 需要有一位天使来加添力量给他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个惧怕是有多大 在我们里面 是不是也有这些的惧怕 弟兄姐妹 你在面临你生命的问题 是不是有这些的惧怕 耶稣都经历过 耶稣惧怕到一个程度 他竭力的祷告 祷告最后圣经说 汗滴如大血点 他整个流出来的汗都是血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当人在一个极度压力 情绪压力的时候 他的汗线中 那些极小的微血管会破裂 当他流汗的时候 这些血就掺杂出来 所以留在地上的 不是透明的汗 都是血 全部都在地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当时候面对的挣扎 跟压力到底有多大 他跟天父讲了一句话 他跟天父说 父啊 你若愿意 就把这一杯撤去 然而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耶稣顺服到这样的程度 为了什么 为了你的生命 为了我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否在一些艰难里 是不是被羞辱 是不是被攻击 是不是有一些误会临到你 还是贫穷疾病 困苦患难 甚至你被背叛了 这一切 耶稣他都懂 耶稣他都经历过 在我们的生命 我们只要再回来 再看看耶稣 在我自己也是一个 很好的提醒 每次当一些事情 我真的过不去的时候 甚至被误会 被误解的时候 我就很气 可是当我再回来 看看耶稣 真的无话可说 所有一切 耶稣都经历过了 耶稣被鞭打 被吐沫 耶稣被羞辱 耶稣被误解 耶稣被强加 罪在他的身上 耶稣盖瓜成熟 耶稣如今也是这样子 耶稣明白你的心 有耶稣啊 耶稣走在我们前面 你生命的道路 耶稣都走过了 耶稣了解你 耶稣体会你 好我们看 耶稣的第五重的降悲 好自己卑微 好他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嘛 他成为人的样式 来到这个世上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 他没有选择在皇宫里 过王子的生活 他反而是选择一个贫穷人家 他出生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他只有一块白布包子而已 然后呢 他卧在马槽里 他连出生的地点都没有 就生在又脏又臭的马槽里 然后耶稣谦卑到这种程度 他来到这个世上 他要在逾越节那一天 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耶稣蹲下来 为他的门徒洗脚 弟兄姐妹 今天耶稣也是如此的来爱我们 耶稣他是一位神 可是他来到世上 耶稣说 孩子啊 我看中你 我爱你 不管你多么的卑微 耶稣也蹲下来 为你洗脚 耶稣来服侍你 耶稣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你 所以我们的生命 还有什么好自卑的呢 没有什么好自卑的 耶稣为你而来 常常我在问神啊 我过去就爱东问西问 我就问神说 主啊 你来为世人死 嗯很好 这个很有价值 世人每个人嘛 那如果世上呢 只有剩下我一个 你要不要来救我 你还愿不愿意 舍上天下的荣耀 你来到这个世上 你为我上十字架 你可以今天这样回去 问问耶稣 我告诉你 耶稣的答案只有一个 今天世上 如果只剩下你一个 耶稣还是会来到世上 他还是会为你钉十字架 他还是会为你而死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看中我们的生命 如果在我们当中 有一些人你觉得 好像这个世上 没什么好过的 这个干脆一死百了 这就太亏欠神 在我们身上的救赎了 你非常的重要 耶稣非常的爱你 事实上只剩下你一个 耶稣还是会来救你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好 耶稣的第六个降杯 是顺服以至于死 顺服以至于死 当他在科西玛林远 他在面对苦难的时候 他要不要顺服上十字架 你知道吗 耶稣他被冰钉带去审问 他们问耶稣说 你是不是神的儿子 耶稣只要一句话 他就不用上十字架 耶稣只要说我不是 他就不用受死 可是耶稣没有这么做 耶稣他选择顺服天父的旨意 耶稣选择要来爱你 耶稣选择要把他的生命给你 所以呢 耶稣那时候 他说是 我就是神的儿子 他开始被鞭打 你知道吗 那个鞭打是多么的重 没有太多的人是可以承担的 用皮鞭后面绑着道沟 一打下去 每一鞭再抽起来 皮开肉绽 耶稣在那里被鞭了39鞭 到39鞭 他的身体没有一处是好的 他被羞辱 人家吐口水在他的身上 他是神耶 然后他们就嘲笑耶稣 你要成为王是不是 好 他们就用荆棘 很长的那个荆棘 那个很多的刺 做了一个皇冠 戴在耶稣的头上 再把他压下去 耶稣的鲜血流满了整个脸 不仅如此 他怎么样顺服以至于死 耶稣背着50公斤的木架 你看他身体受了这么大的蹂躏 他背了50公斤的木架 是他待会自己要钉十字架的那个木架 他背着上去 他走各个他的道路 你看耶稣的生命顺服到这种程度 他为了什么 为了要救你 为了要爱你 我们还能够说 都没有人爱我吗 别人撇弃你 我告诉你 就是耶稣他不会撇弃你 他为你死到这种程度 死到鲜血直流 没有一处是好的 耶稣再怎么样 他爬也爬上十字架 最后耶稣的降杯 他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七重的降杯 耶稣没有轰轰烈烈的而死 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是一丝不挂的 你知道那个钉十字架 它是一个非常重 非常残忍的一个做法 耶稣呢 他已经整个身体被摧残成那样 最后呢 他被长钉 钉到他的手跟脚 那个钉子非常的长 很粗 他不是只有钉在手掌 他是钉在这里 然后两根骨头的中间 让他挂上去的时候 他不会整个人被扯掉 好 过在这里 他的重量很重 他会一直往下 当他往下的时候 那个钉子会去 碰触到他的神经 只要一碰触到的时候 那个疼痛 神经的那个疼痛会串 我们光一个牙齿疼痛就知道 所以你知道耶稣受的那个吧 神经的痛 他是从手指手臂一直串到脑部 他的身体产生了一种剧烈的疼痛 整全身像撕裂伤一样 像撕裂般的这个剧痛 那耶稣被挂着悬空的时候 你知道整个胸部啊 他是没有办法 他的肌肉是没有办法运作的 所以空气这时候只进不出 代表什么 里面全部都是二氧化碳 耶稣他无法吸到空气 当他没有办法吸到空气 人会想要登上来 想要再呼吸一口空气 可是登上来那一刹那 他手跟脚的钉子 又去碰触到他的神经 全身又像撕裂般 这样的疼痛在他的身上 这个疼痛没有人可以受得了 耶稣承载的是世人所有的罪孽 急重急重急重的罪孽 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他本来是无罪的 耶稣要吸了地上这一口气的时候 耶稣说两个字 什么 成了 耶稣的救赎工作成了 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 耶稣帮助你逃脱压制 耶稣帮助你胜过黑暗的权势 耶稣说成了代表一种交换 现在十字架的生命 开始跟你做一种交换 有罪的会变成无罪的 疾病的要得到医治 贫穷的要得到富足 软弱的成为刚强 死亡的要变为复活 失败的神要把得胜给你 压制的神要赐给你自由 忧伤的神要把喜乐给你 当耶稣吸了地上这一口气的时候 你知道吗 在圣所的慢子从上到下 裂为两半 代表是什么 我们跟上帝中间隔断的墙 已经完全拆毁了 已经完全倒塌了 我们这个人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 神看的是羔羊的宝血 耶稣为我们做了交换 所以我可以来到天父的面前 我的每一个祷告 神都垂听 神爱我们 他赋予我们儿女的身份 神也让我们可以成为军队 神就是我们的元帅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这个逾越节 我们真是要来欢庆 我们也要来感恩 感恩耶稣为我们受死 感恩耶稣把新的生命给我们 我们感恩耶稣 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有这样的身份 神也命令我们成为军队 所以我们要来祷告 我们要为着台湾祷告 我们为着全地祷告 过去在以色列有一个王 叫做西西加 这个西西加王 我们知道在过去他的王是坏王 那那个国家就开始充满偶像 不仅充满偶像 他们也把偶像带到圣殿 整个国家在黑暗全市的笼罩里面 是不得自由的 没有神同在的地方 就是没有祝福 那当这个西西加 他明白神的律的那一刻 他开始来洁净圣殿 他就邀请百姓 我们一起来欢庆逾越节 他明白这个逾越节的能力 所以当那时候 神就在百姓的身上开始动工 他们整整欢庆的七天 在这样的欢庆当中 圣殿开始恢复神的荣耀 众人就开始起来祷告 圣经有说一句话 他说 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 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索 意思是什么 你所祷告的 天上就阿门 天上就成就了 因为在逾越节我们出校 我们把我们生命的罪都除掉 那神喜悦逾越节 因为这是耶和华的节期 所以我们要来庆贺 我们从礼拜五我们就开始庆贺了 在上个礼拜 我们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就来参加祷告会 哇 在这个祷告会 牧师传讲逾越节的信息 然后弟兄姐妹就来祷告 就来宣告 神的荣耀就充满在我们这里 好 那我们会连续有七天 下个礼拜 牧师会讲复活的信息 那我们也一起来领受 所以在这七天 我们在这个 特别在这个礼拜 我们就跟着神的季节 跟着神的季节 我们就来过逾越节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每一天来面对神 然后我们来欢庆 我们来祷告 神要来帮助我们 神要来帮助 像神帮助埃及脱离瘟疫 脱离这些灭人的疾病 脱离各样死人的毒钩 今天耶稣自己成为余夜节的羔羊 弟兄胜过他 乃是靠着羔羊的宝血 耶稣已经战胜了 古龙跟古蛇的权势了 所以我们起来要祷告 我们要为着国家祷告 我们要为着国度祷告 余夜节就是一个跨越 是一个得胜的季节 是耶稣带领我们征战的季节 在这个余夜节 我们除了领主的饼跟主的杯的时候 神也要来帮助你 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家族或者是生命光景里 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在一些的循环 就像在埃及一样 这样子的一个黑暗的循环里 不一定是你个人 可能是你的家族 神要带领我们 透过这个余夜节 要带领我们脱离这个旧的循环 神要带领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季节 在这个属神的季节 神要加能力给我们 神要释放我们出来 成为一批军队 神给我们治理全地的权柄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奉耶稣的名要来宣告 每一个人所祷告的都要成就 阿们吗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支取这个余夜节的能力 好 我们站立起来 在这个余夜节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心可以归给他 让我们来认识耶稣 祢祢 祢倒成肉身 祢是那一位圣洁无瑕疵的羔羊 祢娶了奴仆的样式 祢顺服天父的旨意 祢定义被压伤 因为耶稣祢所受的鞭伤 我们每一个人要得医治 因为主祢所受的刑罚 我们每一个人要得平安 今天就是一个交换的时刻 弟兄姐妹不管你生命有哪一些的问题 我们都交给耶稣吧 我们来做交换 耶稣要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你 耶稣要带领你脱离过去的一些循环 神要带领你可以征战得胜 往神所命令的地方去 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 我们来领受 我们来支取耶稣的能力 谢谢耶稣 祢追求祢所受的灵状 祢为我而生 祢为我而生 带我出黑暗 祢追求祢自明的灵状 祢入光明过渡 幸入光明过渡 使我在耻人看见 主耶稣 我感谢祢 祢的保险 为我而留 宝贵是家乡 一支恩典永留 是我完全的自由 宝贵是家 赞美耶稣的死家 赞美耶稣基督的保险 赞美耶稣已经为我们复活了 主耶稣 我服服敬拜祢 宝贵是家的救恩 是你说里的缘 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宝贵是家的救恩 是你说里的缘 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宝贵是家的救恩 是你说里的缘 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神在余燕节要带领我们脱离旧的循环 神要带领我们出埃及 要脱离过去的瑕疵 不管你生命有什么问题 教给耶稣 耶稣要帮助你 耶稣要来破除这背后的权势 耶稣要独开在你圣人的锁链 耶稣要来释放你的自由 进入到余燕节的能力里 主啊 为了你的百姓来祷告 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主啊 来做进入百姓生命当中所有的枷锁 主啊 带领我们跨越 主啊 在关系上我们要跨越 主啊 在财富上我们要跨越 主啊 在疏离上我们要跨越 主啊 在疏离上我们要跨越 奉耶稣基督的名 主啊 祢的能力 主啊 现在就来终于在这里 主啊 来证据祢自己的荣耀 在祢的每个百姓身上 主啊 我们谢谢祢 主我们赞美祢 谢谢耶稣 在我们当中 我要呼召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教会的 你还不认识耶稣的 甚至你还没有受洗的 我们要来为祢祷告 今天你来到这当中 你不是白白而来的 乃是耶稣爱你 耶稣看了你 耶稣把你带到这个属灵的家 耶稣对你说 孩子啊 你是我的孩子 我要把我的生命给你 耶稣要成为你生命的主 耶稣要把你从过去 如同在埃及那样的艰苦 在那样的困难当中 耶稣要把你带出来 耶稣要带领你脱离这个为奴之地 耶稣要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你 耶稣要把新的祝福给你 耶稣要把一个新的恩高 新的平安 一个喜乐要来充满在你的身上 有没有人你跟耶稣说 主啊我要 主啊我要你 主啊我要你 我愿意承认你就是我生命的主 如果你有这样子 愿意回应神这样呼召的 你把手放在心上 我们要来为你祷告 今天就是一个救恩的日子 是神拯救你的日子 是神今天要工作在你身上的日子 我们邀请这些弟兄姐妹来跟着我一起祷告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带我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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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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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的孩子 我是你的孩子 我不是无依无靠的 我是无依无靠的 我要来到你的面前 我要来到你的面前 我要开启我的心 我要开启我的心 我要承认你是我生命的主 我承认你是我生命的主 我是你的孩子 我知道你会恩待我 我知道你会带领我脱离埃及的瑕疵 我知道你会在我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 我知道你会在我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 现在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 主你帮助我 让我每一天 我可以更加的来认识你 我来领受你的平安 领受你的喜乐 领受你在我生命的恩宠 奉耶稣的名宣告 奉耶稣的名宣告 在耶稣里 在耶稣里 我是蒙福的 我是蒙爱的 我是蒙爱的 我是自由的 我是丰盛的 我是丰盛的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祷告奉耶稣的名 谢谢耶稣 弟兄姐妹 另外还有一个呼召 当神要救以色列百姓出来的时候 那羔羊的血涂在门框门面上 神救的是全家 埃及的长子都死了 在以色列 没有一家有死人的 以色列每一家都是活着的 只要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每一家 可以因为一人信主 全家得救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 当我们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刻 神要带领你全家 能够脱离埃及的辖制 神要带领你的全家 能够尽到救赎 神要带领你的全家 没有一个死人的 阿们阿 我们开口来祷告 我们为着我们的全家来祷告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 我们的全家都是蒙拯救的 主啊我们要谢谢你 主耶稣阿 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 至于我和我家 主啊我们都要得救 主啊我们的家中的父母亲 我们的兄弟姐妹 都要得救 主啊都要 我们来认识你就是我们的真神 耶和华你就是我家的主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是奉耶和华 奉耶稣基督的名 主啊你放开在我们家中 所有黑暗的全世 所有埃及的全世 主啊我们领受这个 余夜节的恶高 主啊我们领受这个能力 主啊为着我们家来祷告 主啊你拯救我们的家 主啊拯救到完全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主啊我们要来 我们在眼睛闭起来 当余夜节 在守余夜餐的时候 有很多奇妙的事情正在发生 除了全家会得救 平安脱离所有灭灭的天使 更简单的是 埃及的疾病完全出去 这个疾病原文的意思就是 这些瘟疫不会临到你的家 我们要来宣告 这些瘟疫会离开我们的家 这些瘟疫不会临到我们的家庭当中 特别从2020年 有这样世界性的瘟疫 来到全世界 我们要祷告 把右手举起来 宣告今天我们守圣餐 瘟疫不会临到我们的家 灾会外外离我们的家 我们大大小小处也平安 入也平安 开门的祷告起来 哈利亚要做我们感谢你这个美丽 说我们要在里面前来祷告 奉拿上耶稣的名 用耶稣的宝血 靠耶稣的圣经来宣告 持续持续的宝血 都能够平安无事度日 说我们的大人小孩 孙子孩子儿子 哈利亚都要平安 父母亲都要平安 奉拿上耶稣的名 我们持续耶稣的宝血 我们奉耶稣的圣明 哈利亚 我们在远方的儿女 或在远处的弟兄 哈利亚都要十分的平安 说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说要谢谢你的宝血 赞你的宝血 哈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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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把双子举起来 当一月前那天晚上 做了奇妙的工作 很快就要脱离埃及了 并且埃及的精气 银气 都要归给神的百姓 所以财富转移在神的百姓当中 我们要宣告 今年神的福气要领到你的身上 要领到你的工作 要领到你的财富 要领到你的投资 要领到你的投资 我们开口来祷告 请来 哈利亚 哈利亚 开口开口来祷告 神祝福要领到你的 财富要转移到 哈利亚一年的手中 我们开口来自取吧 哈利亚 不要害怕 开口来祷告 到我们的帐口 祝我我们的工作 祝我我们的投资 祝我我们的情报 祝我我们的投资 哈利亚 哈利亚 财富完全转移 转移到我们的手上 感谢你 赞美你 爱情的精气 盈气 都领到所有地球 姐妹身上 我们开口来祷告 祝我们的祷告 就是信念的耶稣基督 看到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我们单单高举耶稣基督 因为只有耶稣让我们 脱离所有的黑暗的国度 魔鬼撒但的瑕疵 让我们从奴隶变成真儿子 真女儿 我们身份确实的改变 我们非常感动 让我们从奴隶变成了军队了 我们一定会打圣仗的 胜过世界 胜过魔鬼 胜过罪孽 胜过死亡 胜过贫穷 一切得胜都属于你的军队的 咱们耶稣祝福我们下时间 所以我们在领受神的饼跟被的时候 满满有你的恩典 靠耶稣我们祷告 阿们 拍手能够给主来 把最大的掌声 归给耶稣 归给宝座上的羔羊 耶稣 阿们 阿们 好 请坐 接下来我们要来所圣餐 刚刚我们听到非常棒的 这样的一个分享 是神的话 帮助我们明白余月节的游览 我知道余月节的意义 接下来我们要首射圣餐 当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告诉所有的门徒 我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 你们要去吃我的身体 要吃这个无效饼 所以余月节是一个礼拜在庆祝 总共七天 每一天记得要吃无效饼 这无效饼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 当耶稣死的时候 他说成了 圣殿当中的曼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人跟神之间不断有隔断的墙 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保重面前 可以得联名得恩会 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跟神不再有距离 不再是有这样的一个隔间在当中 我们在神面前 透过耶稣就能够亲近我们这位神了 我们成为神宝贝的孩子 我们要赞美他 接下来我们要吃无效饼 无效饼也代表上帝给我们的话语 你要记得耶稣的身体 就是完全无罪的 我们要吃他的身体 耶稣的身体也代表他的话 我们要大量读圣经 这一期天当中大量读经吧 把好好的福音书好好读 一边读 两边读 三边读 让每一天都透过神的话 成为刚强的人 让神的话建造你的心灵 请大家看我这边不要忘记 当一月节那个晚上 只有谁能够避开 这些灭灭的天使呢 灾难呢 只有在有信心行动的家庭当中 羔羊杀了之后 用他的血洒在门框跟埋美当中 这家一定平安无事度日 用姐妹今天那个家就是你的身体 来跟我宣告来 我是个灵 住在一个身体里面 在边讲边来 我是个灵 住在一个肉身里面 我要支取耶稣的宝血 我要支取耶稣的宝血 涂抹在我的眼睛 涂抹在我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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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平安度日 我必平安度日 用姐妹这是千真万确的 你的身体就是你的据说 你里面有个灵魂 住在这身体当中 什么地方会让你进到 那个听到你的灵魂当中呢 从你的眼睛跟耳朵 眼睛耳朵会影响你的心灵 所以每天要透过耶稣的宝血 遮盖眼睛 遮盖耳朵 让里面的灵是强壮的 是分别为圣的 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愿意会跟我祷告来 亲爱的主耶稣 我把我的心灵 把我的身体 都献给耶稣 我要顺服你的灵 来引导我 做人生的道路 我不要被我身体控制 我的心灵 要控制我的身体 我的心灵 要降服圣灵的引导 谢谢您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的灵魂体就会有秩序 灵魂体就会兴盛 谢谢你爱我 靠耶稣基督的名 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再次掌声给主 来 谢谢主 这是吴孝平 耶稣被迈的那耶稣 孩子们 门徒们 这是我的身体 要即将为你们打破的 我本来是无罪的 完全公寓的 因着你们的情况 因着你们的罪孽 还有原生家庭来的罪 我要代替 你记得要拿去吃 为了要纪念我 千万不要变成仪式 或是习惯性的用它 你记得吃它的时候 要记住耶稣基督 他才是我们真正的救赎主 看了神的高阳出去 世人罪孽的 天下人间没有赤架别的名 能够靠着耶稣得救 所以当我们在守圣残的时候 要怀着感恩的心 不可忘恩 要数算的恩典 今天我们能够得救 都是因为耶稣的身体 请记得在吃的时候 要记得 你要吃下耶稣的生命 在你当中 他的公义会进来 他的圣洁会进来 他的得胜会进来 他的光明会进来 所以我们要吃进去 宣告人生就不再一样 阿们 第二个我们在吃的时候 不要忘记 因着他身上所受的鞭伤 所有的疾病都可以得一致 不管疾病多么大 在耶稣的鞭伤里面 全部都可以得一致 所以我们要抵挡极变的权势 完全离开 领受耶稣复活的生命 好不好 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 这是你的身体 为我打破的 让我病得一致 我用平信心宣告 所有的高血压 所有的三高的问题 所有的疼痛的问题 所有的罪恶的权势 所有的罪恶的权势 奉耶稣的名 完全离开我 完全离开我 我现在就准备好 现在就准备好 得着医治 得着医治 抄着医治 是属于我的 是属于我的 感谢耶稣 靠耶稣 靠耶稣的名 靠耶稣的名 阿们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 每日受洗归乡 耶稣 就拿起这个饼跟杯 我们要受洗 才能够领受这个饼杯 代表你跟耶稣 有恢复和好的关系 我们要跟神 一起领受祂的身体 就要透过受洗 我们就有这样的资格 把拿走之后 我们来感恩好吗 我们就像我们的传道人讲一样 耶稣 祂有七个方面的献上 这是非常宝贵的真理 我们要抓住 我们就献上感恩 谢谢耶稣的恩情 谢谢耶稣的救赎 谢谢耶稣的代替 谢谢耶稣代替我的罪孽 代替我的死亡 代替我的贫穷 代替我的咒诅 代替我的疾病 代替我的软弱 拿走之后 我们就开始感恩好吗 一边感恩 一边谢谢耶稣 在一月节的时候 我要荣耀送赞尊荣 都归给神的羔羊耶稣 好不好我们可以摸到 或出笑声 都在神面前来 数算祂的恩典 不可忘记祂的恩典 我们的最尊要 结出那感恩的记 好不好我们开身 就在神面前来感恩祷告 等一下一起来吃 如果你还没受洗的 鼓励你四月份 有受洗的典礼 欢迎你加入教会 成为神家里面一份子 领受饼跟杯 好耶 好耶 对 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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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拿到饼跟杯可以举手一下 东东看得到 都有吗 都有拿到吗 没有拿到的可以举手 有没有拿到的可以举手 好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打开里面的饼 把它拿开来 拿起来 拿走之后 请你站起来 把这饼高高举起来 跟我一起宣告 来 主耶稣 我感谢你 这是你的圣身体 当我吃下去之后 你的生命就进来 盼望就进来 复活就进来 谢谢耶稣 靠耶稣的名 阿们 好 请用 接下来耶稣说 这是我的宝血 用葡萄汁来预表我的宝血 孩子们你们要去喝 喝了之后要纪念我 而且要记得要祷告 当你喝进来的时候 你的罪得赦免 病得医治 更重要的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将侍奉祂来是理所当然的 喝下去之后不再属自己 那是属耶稣 我们做什么都要为耶稣而做 做什么要为耶稣而去行 好不好 请用 一起祷告来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在逾越节来收 这美好的逾越节的圣餐 做我们知道 只有耶稣能够赦免 实戒所有人的罪 做特别要祝福弟兄姐妹的家庭 当信主耶稣 你跟人家的得救的应许 不要临到弟兄姐妹的家 不仅一个得救 全家都有得救 做全家都有蒙福 全家都要跟随耶稣 全家都要上天堂 求你保守我们 起来祷告 起来征战 因为得胜是属于军队的 感谢主帮助我们 愿主耶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满满的到弟兄姐妹身上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靠耶稣们祷告 阿们 起来唱阿们颂来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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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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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掌声关于耶稣 我们赞美主 谢谢祂是我们神的羔羊 赞美主 好来 我们收杯子把它收好 来跟七个人讲来 一月节快乐 一月节快乐 我们礼拜五一起来欢庆好吗 礼拜五晚上 有一月节的盛会 神祝福你们 祝福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